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呢 今天 哎 怎么用 对 他是一想到 哎呦 今天得讲这个张博之谢霆夫就兴奋了 那个 是吧 他担心对方的这个婚姻状况 太忧虑 就觉得好像 你觉得这他有两个好像是他儿子女儿还是什么事的 是吧 特别用心忡忡 那么结果后来呢 就觉得到最后一刻还是觉得没法做 那么就我来了 那还好我对这事不太关心 我们今天就别讲这事 我们今天先来讲什么呢 讲个正经事 就昨天不是高考第一天吗 是 高考第一天已经考了 其实我搞不清大陆这高考是考几天啊 好像考两到三天 我就问了同事 就是基本两天好像有些地方都考到三天 就是看地域性不同好像 是吗 每个地方还不一样 对对对对 他就因为说每个地方考的科目数目都不一样吗 对 好像不是统一考卷吗 所以每个地方有些这个一天考两课到三课就不一定的 说到这个高考啊 我们知道就是每年到了高考季节的时候 全国人民都很紧张 那个父母亲啊 那么不睡觉 孩子也也不睡觉 就不在画像 先给大家看看照片 就是我们知道有时候以前常常看到 哎 导演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什么呢 这原来我们以前看好莱坞电影 美国那些学校毕业的时候 学生不是扔那个帽子吗 对不对 这是干嘛呢 这是咱中国的习惯 这有很多学校呢 就是到了高考的时候 同学们呢 就在楼上把过去这么多年 读的那些课本啊 笔记啊什么 一下子全把它扔到楼下来了 你看看 这也是解放了 这也是解放了 我们看到有人解放了 另一边还有一个哥们 这哥们挺厉害的 这是 我们看这谁 这是成都的一个生意人 这就是粮食 他在烧香 他这是干嘛要烧香呢 这是因为他也要去考高考了 他考15次了耶 对 所以人家说他是高考最牛丁子户 就赖了不走了 就得考 有人说他是现代范境 他说我像是一个干的柴火 但怎么样那个水都无法烧开 没错 他考了15回了 这现在是第15回 前世四回是考不上 考不上 对 那一个人考 比起普松林也差远了 普松林考到七十来岁了 那倒是 但以前考科举那个难度高 我觉得现在这个 其实你很容易考的考的考乏了 我觉得他大概有点考成习惯了 就觉得不考不行 你知道我们 我以前在香港 我高中在香港念嘛 那个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同学 也有这个习惯 就是考试的时候呢 总得呢 去烧香怎么样 然后考不去 比如说都很大了 我记得后来我三十多岁 我还有些当年中学的同学 还在每年去考那个会考 他每年考 我们问他干嘛要这么考的 他说是要锻念一下自己 我介绍他们去一个地方 曲妇啊 那个里边 孔庙里边 孔庙里边 他不是说都是历代的 那些掌权者修的吗 但是他们说有一个院子呢 是真的当初是孔子在那里的 住过的地方 然后呢我就拼命找 结果找到了 找到了那个地方 他们没好好布置 弄到一个照相馆 但是旁边就有人 高考辅导 就在这里面 就是这里面 就是这个你看 这个风水宝地嘛 然后就在那边 抱人家算 碰到我也说 你还要考吗 说起这个孔庙 我想起来 你记不记得 以前台湾我记得 我20多年前 还在台湾的时候 他们有个习惯 就台湾的孔庙啊 台北孔庙 它地上很奇怪 长一种植物 像毛一样 那个毛像那种人体上 特别不雅的部位的那种毛 长得特奇怪啊 是 那很多家长就去那儿呢 跪在这个孔庙的地上 那个砖缝里头 拔了一个毛出来 然后拔了毛回去干嘛呢 就把它别在这个孩子们的 这个笔啊 的笔尖上头 说这叫什么孔子毛 我忘了是什么 说有这种毛在笔上 考试考到 你没听过这个 我没有听过 难怪我大学没有考到第一志 原始我没考进台大 你不用孔子毛 就我们这种 真有孔子毛 真的 我不知这些 是不是叫孔子毛 我觉得那玩意像孔子毛 但是我也没见过孔子毛 管他反正就说他是孔子毛 徐老师是考过高考的是吧 我考了好几次 我的母校是华东师大 是啊 我一共考过三次 我考过三次 我比那个稍微差一点 不过我那个三次 如果加起来的时间 也不比它差 我第一次是 在农村推荐上去考 考得还不错 那个时候是文革结束了 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去考了 那个语文呢是我的擅长 我从小喜欢语文 数学我全部自学的 我全部自学 我说那个sign cosign 我会做 但我不会读 我不知道这个音是这样读的 要读吗 不要读啊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我是纯粹是自学 只会写s-i-n 结果我考得不错 但是后来被一个人搅和了 叫张铁生 听过没有 当然啊 怎么了 他就是我们那次考完了以后呢 他就写了封信 他就说交了个白卷嘛 很有名的嘛 张铁生嘛 他就说怎么 怎么就找活了你呢 因为他的这封信 那一年的高考的成绩 全部作废 因为所有的人都考过了 那么考试成绩一作废以后 那怎么录取 他还是学校录取 这叫工农兵学员嘛 那个时候就是看你家里 有多少党员啊 然后开你的后门啊 这是一条分水岭 要是七十年代中期 进了大学的话 就叫工农兵学员 凡工农兵学员 后来成名的 对文革感情都比较好 比方作家里边有张成志 梁小生 有很多 包括现在很多领导 他们都在文革后期 进入了上层建筑 而始终被拘于门外 一直到七七年 邓小平的时候 才恢复进去的那些人 对文革就比较绝情 比方说知青的里边 石铁生啦 陈村啦 他们写出来的文革故事 跟知青故事 跟上一代很不一样 因为那个后期 文革后期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大学生 当时是觉得有一种 怎么样 还是有一种特权 这是我第一次考 那个时候我考的叫 上海师范大学 那个时候上海师范大学 是把华东师大 上海师大教育院 五个大学合在一起 我报的是生物系 破血 损失了一个生物学家 这是第一次 所以你看你那时候多好 你那时候就是 我们国家是标榜 这个特立独行 有个性的那种人 就是一个人交白卷 就把你们全给废了 今天那个老师要去交白卷 他就把自个儿废了 那个时候被废的 那就是整个一个大风潮 你们那时候愤怒吗 我没有没有 那个时候哪里敢愤怒 当然心里就在想 早知道就不用考虑 早知道不用写那么认真 早知道就不用考虑嘛 对不对 第二次是什么呢 后来文革结束以后 我就读了一个叫721大学 其实721是毛泽东 有一个指示 这句指示是这样说的 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看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 理工科大学 那这就是721的指示 这是哪一年我忘了 那么因为他这句话 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批大学 叫721大学 我在钢铁厂 我这个全血性 最近的我的自己的故事里 然后呢就举荐让我去 读了没多久呢 邓小平恢复高考了 我这个中文梦不行啊 我就自己又去报名参加高考 我那个时候考得很好 我报的是复旦的中文系 新闻系 华东师大的中文系 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那个考试 考场在胡宁路桥下面的一个中学里 周围喧喧嚷嚷 很多人在吵 可是我一个人坐在那里 我告诉你们一点都不紧张 心里充满了幸福 就觉得我终于要念到语文系 终于这一天 有这个社会 所以今天 不是接纳我了 我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 但是终于有一天 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进入一个选拔系统 而不是因为你的父亲母亲 因为你的关系 所以后来多少年 我在大学工作那么多年 我知道高考的人 每次大家都怨恨 大学的制度有各种各样的弊病 我总是回想 那一瞬间我的感觉 After all 有考总比没考 当然 现在高考在内地 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给学生的一种感觉 就是说我可以靠着 这样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 然后让我的人生有所不同 其实还算是比较公平 但当然今天 我们知道在中国就是 你有很多的东西 就已经要讲家庭 讲背景 刚才你说那时候要讲家庭 现在好像有点倒回去那种感觉 那还不至于 反正有高考 他们说没高考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毛主席 我很喜欢毛主席说话的风格 下个什么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看大学 今天哪个领导这么丢 我看梓冬还是得让他上大学的 好 强强三个谢谢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见 所以你看又婷 这个那时候 梓冬老师他们多不容易 对不对 这个人家是想考 还没得考 考了一年又作废了 而且还很想考 自己本身还特别想去考 对啊 人家是想考是没得考 你看今天的这孩子 主要还是一个 要是你没有一个 靠自己能力的一个检验 因为其实中国这个传统 你想中国的科举制度 相对是公平的 相对是公平的 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 说中国的科举制度 怎么巴骨怎么害人 其实它是世界人类文明的 奇迹之一 对 真的是 是中国多少年 它是世界上很少的 一种专制制度 可以从平民当中 选拔官员 而不是靠一代一代传下去 世袭 因为你如果没有一个考试 那有权贵的人怎么上来 还不是靠你老爸的 我的爸 我爸是什么什么 对不对 还有有钱的人是怎么 你想历代从很早的时候 从汉代的时候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打天下的英雄 他们的子女都要做 用什么方法来制约 就是科举制度 所以那个时候 汉朝起来就已经开始 那时候当然还不叫科举 但已经有开这种考试的方法 开始武士比较多 还试武的比较多 所以你看以前 就包括像后来德国大社会 叫韦伯 不是老拿中国当例子 说是世界上的文官体系 对 的一个典范 那其实后来英国 什么考公务员 香港现在考AO 都是学这个 因为以前欧洲国家 都是靠贵族 对 就治理国家靠贵族 那只有中国是太先进了 那么所以你们那时候考高考 我听你说你们那时候 听到了毛主席下了指示 还特高兴 对对对 那因为他这个 一般他那个时候 一个最新指示下的 就是晚上 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 连播节目 就那个开始是东方红 最后是国际歌 那个节目 然后后来人家仔细想想 这两个歌 有点矛盾 但是今天新闻都该这么讲 但是呢 他的第一条一播完 如果是最新指示 后面人家都不听了 全部要上街了 我们都上街游行的 那时候几万人一起游行 我现在回想起来 这个游行的场面是很壮观的 就是因为有人领的 喊口号 上海哪 全国都是 比方说 一个人就领了 我看大学 还是要花的两个几万的人 好难鸟 我看大学 你要那个口音 要跟毛主席学口音 不能学口音 口音不能学 你看 不可以 口音你这个不严肃 你那个时候学口音 你不严肃 你哪能学得到准呢 对不对 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哪里 你用你自己的朴素 带着你朴素的阶级感情 你很崇敬的 你就喊我看大学 还是要办的 那下面几万的人 我开大学 还是要办的 还有一次 我觉得比较更精彩的是 毛主席有条最新指示 叫一个人有动脉静脉 这讲 讲的那是 真理 这个指示是要 他这句话后面讲到 就是党内的干部 就是换血脉 就是要提拔承办 但这个第一句就是 我这个印象最深的 就一个一个人 大家说一个人 有动脉 有动脉 有静脉 分开几句这样 比较多的比较好 那是一个这个状况 像你这种左派左派 你没生活在那个时代 你真实了 生不逢死 我打算过几天我就 我听说他你年轻的时候 在台湾因长毛泽东选籍 而被被逐犯 对对对对 我是被教官揪出来 因为长毛选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过几天 我就去重庆 搬去重庆去了 我不跟你们这些 你们考试好有这个历史背景 这样想想 我都不知道怎么讲我的考试 她好学校 她是北一女的 没有没有 你先介绍一下北一女 你这个北一女 就是笑话 没有没有没有 北一女就是台湾 就是第一女子 台北第一女子高级中学 就是我们从国中 要考第一次考试 我们都叫联考 然后就先做了一次筛选 然后进入一个 所谓的第一第二志愿 然后再从这个 北一女面再考大学 那我的整个学校里面 我称为就是鬼 就是充满着 各式各样聪明的女孩 因为那是全台湾最好的中学 女中就是她们 南韩就是建国中学 所以你可以想象 其实在那个北一女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到了高中要考考 当你要考试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已经多了一条 申请入学 所以我基本上班上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女孩 不是什么全台北市 什么象棋冠军演讲比赛 各式各样的冠军 他们就直接清台湾 早就已经进去 或者是资优身 或者是特别的 那你那时候是什么冠军 我就是没有 所以我才要联考 最佳主持人 没有 就已经被淘汰到最后 只剩下联考你知道吗 然后一试定终身 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所以考试是弱势群体的一个出路 对 有权势的人是可以不必考试的时候 或者特别优秀的人 他们早就申请 然后那时候我们如果要考试的话 你就有三个途径 在学校 因为北英女本身 读书气氛已经太浓厚了 你身旁的同学都非常的自律 所以你在学校可以自习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们会有人去 这个K书中心 K书中心你听过吗 你知道K书中心吗 它是一个个就是有甲板 你的位置大概只有像 学校课桌椅这么大 旁边是高高的甲板 然后你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付钱给那个单位 然后就像住爱情酒店一样 但是呢去租来 终点季 对终点的酒店 但它这酒店不是用来 不是用来休息什么的 是来念书的 是来念书的 然后它就只有一个灯这样 那就是租个 就是因为家里没地方 租个位置 对就租个安静点 所谓安静点 就是一个付费的图书馆我认为 然后因为旁边人都在念书 你就逼你自己念书 然后第三个就是 现在台湾有补习班叫冲刺班 因为我们离联考7月1号 台湾是7月1号 2号3号回考试 然后呢你5月毕业到6月7月底有 7月初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要念书 所以这一个月就要一个月的冲刺班 我弟弟就去唱过这个班 这个班特有趣 每天早上你8点前就要到这个班 如果你迟到两次以上 他不退费 就把你驱逐这个班出去 就是会很严格的 是有校规的 然后呢到了学校 第一件事情 我们也有 其实我们也有喊口号 也喊口号 老师也站在台上说 我一定考得上台大 然后所有的同学就跟着喊 而且还有手势啊 我一定考得上台大 就是这样 富士康就这么来 对 喊三次 然后呢大家还要做早操 让大家心心有早操 大概一到两分钟那种热声操 他们会放音乐 让大家醒脑以后 好 开始上课 你北英旅用不着去这玩意吗 但是我北英旅是比较美 但是我弟弟是念 台湾第二志愿的中学 师大夫中 师大夫也是好学校 但我总觉得 他这一家都是好学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呢 他还要跟我们讲一下 他们那时候主要去这种 K市中心 不是干别的 什么你来说 基本上就靠宅靠哪儿嘛 对 过来《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接着见 我不知道大陆现在有没有这个 但是以前比如说 我在台湾念过书 在香港念过书 我发现在这两个地方 每次到那种大型考试的季节 比如说台湾的大学联考 香港的大学的会考 这种考试的时候 高级会考的时候 总会就出现一个情况 就街上那些穿校服 或不穿校服 你知道他是要考试那些 男男女女在图书馆 台湾的什么K书中心 像校园一个混 基本上都不是来念书的 基本上是来谈恋爱的 或者等着谈恋爱的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高考爱情嘛 你们那儿也是这么高吧 这是学生的革命情感 我跟一个男孩子说好 要考上第一志愿 这是互相砥礼的革命情感 你不是北一女女校吗 你哪来的 什么跟男孩子说好 就是因为女校你知道 三年下来 你大部分时间 都是跟女孩子在一起 我们学校连男老师 积压的内分 内分泌明映的能量 青春情的女孩 我们看 刚才说朱天心的时候 朱天心朱天文 就是她的学姐 对对对 学姐都已经跟建中男孩子 都还是有牵手看电影的时候 特别那两个学校 台湾最好的这两家学校 是很近的 走路15分钟 男校是早放学10分钟 所以一放学就都到他们那儿 一个女孩有没有 好像请走出校园 就知道有多少男孩子 在外面等 但是我们觉得 就是比考100分 考第一志愿 好像更重要的 对对对 你继续说 我很有兴趣听 你那个男孩子 你想想看 我们在单性的 就一个性别的学校 待那么久 你只有走出校园 然后才是解放 而且以前我们在 倒也没有同性恋 那倒还好 然后你才是解放 而且家长管得特别严 你也不可能说 像现在年轻还可以唱KTV 没有 我们那时候没有 所以唯一一个合理的理由 就是去补习班 去K书中心 然后可以看到 所谓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另外一个性别 你知道吗 就在K书中心 怪不得 怪不得 我有一次去台北 我那个火车站对面 这个市中心那个地方 我们叫补习机 晚上都是学生啊 我这一路在那感慨 这个学习气氛真好 背后都有内分泌的动力 所以台湾是这么高 但是我们大陆不需要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外国人来 外缘 对有外缘 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异性吸引力了 这个照片里面的呢 就是风靡我们万千中国男子的 昌景空 他这书版字显得挺好的 对昌景空呢 特别给我们的高考的同学们打气 高考加油吧 于是同学们都很兴奋 好 还有人 我看网友还回帖说 为了这几个字 早知道再考一次 今天有昌景空加持 因为这几个字再考那不值得 除非你说昌景空还有什么给你 对不对 那就没意思嘛 是吧 所以你看 其实很多考试这个东西 我们过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时候把它看得太扁 就总把考试当成就是什么压力很大 所以它很多东西 你回家起来以前考试那个阶段 还是有些很好玩的时候 而且那个时候 中国从古里的皇帝那天国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